我上一次去是十、十五年前 最後一次就零年 然後就是帶著我老爸回去去 然後我本來以為就是 我本來以為應該還是那種 停留在那種時間裡面慢慢的 就全部都發現是 其實那邊就很近 然後再來是比較驚喜 那邊的那種人情味 還有他們對自己那種住的地方的那種愛好 因為我們這次去最特別的一個行程 那邊是那個在一個沙灘上的樓盤 然後幫忙驚嘆 然後那邊是因為 它是因為地形的環境所以常常會有很多 垃圾飄在岸上來 然後當地的居民為了說要維持那個環境 他們就很自動自發的 就去傾那個海灘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去體驗一下 結果就發現他們真的是 為了自己的家庭而生 然後再來是很多 就是太多好玩的東西了 真的 真的你都沒有想過就是去海邊 溜達一下就可以拿一隻大石板 一個回家 對啊 蠻好玩的 然後真的是有點意外的生活 因為我們本來去 只是想要做那個消遣事 來自我跟老婆 因為它剛好是10月1號會上 然後結果剛好又遇到 彭路這個點點海 就在彭路等於是 因為這個樣子 都帶了很多 等於就是整個賺到 然後每天都是吃好的喝好的 到最後壓力都超大的 都覺得能不能吃一點正常的東西 天天都是龍蝦呀 石板魚的東西 真的很開心 你剛剛看的影片就是 好像有跳舞 蛤 蛤 就是有去很多地方 你為什麼去到 印象深刻的啊 或是比較好玩的 嗯 嗯 副成的 像我們 怎麼講 蠻surprise的 因為中間有去到 奇美 有去到旺館 然後就是本來也是想說 哎呀就是 很累啊 要坐船去 就到那邊發現根本就是 到那邊你就覺得不累了 因為你一到那邊你想說會不會 呃 離島人很少啊 交通不方便啊 一到那邊先有 哎 就可以租摩托車了 然後就可以自己騎摩托車到處去玩 那剛剛說是 三個距離算是租摩托車 是十多年級 真的是十多年前 你知道差別在哪嗎 我們十多年前去的時候 那時候二十多歲 然後我們在 摩托的路上是沒有車 然後我們那時候幾個年輕人呢 都跑到馬路中間去拍照 然後露屁股 就是玩那種 比較年輕人會玩的東西 然後這次再去發現 如果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 路上都是車子 然後人都變多了這樣 差別真的很大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啊 因為他 他沒有 他沒有 調想過在大連以外的地方 還有這麼好的海鮮 對 因為他們北方人大連 他對自己的海鮮是很自豪的 然後我們大連的海鮮怎樣怎樣 我們期望很好這樣 結果這次他到澎湖 他自己喝碰說 哇 以前大連的海鮮 雖然是鹹 可是澎湖的海鮮 是真的很甜啊 對 他都有點surprise 我們在澎湖 我們整個在澎湖整個就是一個大約會 你看我們到的第一天 就去 就去淨湯 然後接下來又到那個選舞園 因為今年的那個 剛好我們去訪問的時間 是我們結尾幾年的期望 然後這次本來因為疫情 我覺得很難給大家看拍什麼太好玩的地方 結果他在選舞園那邊拍照 他就覺得他好高興 怎麼會有一個景 這麼別緻的地方 他就覺得啊 沒有什麼依賴 然後我們兩個每天都在約會 真的蠻好玩的 喔還有那個海底遊客 也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可以去拍一下 我本來其實 就是無意要當澎湖的觀光代言 可是我現在 越去越開心 越覺得哇 可以好好說 真的 你剛剛講到澎湖的環湖 好像 呃 幾年 幾年 我剛好在澎湖 你知道嗎 對 觀光的照片 你說剛剛的 對 我跟你講 你先不要說在這邊看到 我跟你講 我在澎湖上還有一個奇遇 這本來 你剛剛沒講我沒想起來 我有一天 在那個 南寮部落 在拍東西 然後我歡迎 我在他們的一個社區的活動中心裡 我突然我說 看到怎麼有一個滑鼠店上面 有我的臉 欸我想說 好奇特喔 就翻出來看 結果你知道嗎 是當年那個 飲料廣告四個人 凡事的 你知道嗎 完全是全新的 然後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說 這個能不能給我 他說這個畢竟是我二十多歲的樣子 當年我們都要不到喔 因為一出來就沒有了 結果你知道嗎 他直接說 沒有拿兩包 全新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我就覺得澎湖上奇遇真的太多 我拿過我老婆看我老婆都笑了 他說哇怎麼會在這裡找到這種東西 然後剛剛又看到那個 對 那個真的是感觸很多 那個好像應該是 07 08年的事情 對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 看一下的事情 沒有 沒有 最近 其實都在忙了笑點十多的事情 還有其實我們才看到一個 然後接下來十月馬上又要再去 他們後面那個活動 我基本上每個月都會去一次 所以接下來工作還是跟觀光有關的待遇嗎 基本上是跟觀光有關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本來做這個節目呢 只是想要說 帶我老婆到處去晃一下 玩一玩 誰知道現在邀約越來越多 然後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做掉了南投跟屏洞 然後還有棠戶 然後接下來好像金門跟台南都有開始來要求 所以我們後面應該會蠻緊張的 你會想說想接近觀光的男主持嗎 我沒有啊 我就是一個偶像劇出身的演員 努力想當一個歌手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在綜藝找到自己的天分 哈哈哈哈 我想說要想一種選舉的時候 你叫這禮拜比較少 然後你叫看網路一下 我很久沒有看台灣的電視 說一個不好意思 因為這幾年型態都改了 我現在在家裡很少都看網路一下 很少都看網路一下 所以接下來有可以再一個畫面嗎 像電影 電視 也不一定,我現在就是主要是做自媒體,這個其實就是為了自媒體的平台 因為以前我們傳統的東西好像越來越,也不是說視為嘛 我覺得就跟我們年輕的時候那個狀態不大一樣,我是有點不適應,說實在話 那現在轉做這個網路平台其實也是為了適應新的時代 我想說大家都有在變,那你不變就會慢慢慢慢的變 也不是說我們淘汰或不淘汰,只是覺得好像沒有跟著時代進步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是這樣子的一點,是有付出興趣嗎? 嗯,怎麼說呢?就是很像回到20多歲剛剛開始在打拼的時候,有那種感覺 比較累比較忙,但是很充實 好吧,夠了嗎?